这次我们去探秘一座藏在上海中心的江南园林玉园 可以坐地铁直接到玉园站 请去门票40元 刚进来的时候我以为里面不会很大 人也很多 显得很拥挤 但当你逐渐深入内部 你就会发现里面别有洞天 春天看来是很适合逛江南园林的 园内的富郎采用特殊的结构 中间用墙风格 两边接客行走 墙上开始了形状不同的漏窗 楼阁布局也十分巧妙 园林每一处设计都很用心 玉园站地35 整体给人的感觉很大 他最早建于明朝 家境万历年间 古人称赞玉园 齐秀甲于东南 园园内那些建筑的名字都很好听 德岳楼 玉玲楼 姬玉水郎 听涛阁 寒碧楼 每一处都充满诗情画意 玉园内拥有江南最长的水郎 鸡羽水郎 长有百米 园内很多区域是傍山淋水的设计 水中设有隔水花墙 水从洞门流通 总之 玉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从玉园出去可以在旁边的城洪庙一带逛一逛 这里有非常多特色的小店 各种各样的小吃 这里是上海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